而接下來的節目也很厲害 透過鏡頭來看看海軍健兒們 如何齊心協力完成敦目邦誼 宣偉僑胞重要任務 此次任務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喔 就是訓練海軍官校 國防大學海軍組應屆畢業生 各項艦艇實務 來磨練初階軍官的BASIC MOS 為海軍培育新血輪 以因應未來海上各項考驗喔 只好剛剛說的BASIC MOS 就是Military Occupational Specialty 基礎專業職能 好的 那我們趕緊來收看 認識我們的榮光 敦目遠航訓練支隊 我們趕緊來照顧 待會兒跟那些畢業物 我們趕緊在哪些 一邊艦艇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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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envolviment 很高興能夠與海軍樂隊 參與這次的敦目遠航訓練 能夠在友邦國家演奏我們自己的軍樂 是一件既榮幸又光榮的事情 这是我第一次代表陆战仪队 到友邦国家出登录 出表演 所以我感到我内心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们可以将我们陆战仪队的传统 就是我们的高踏步 就是展现到国外其他友邦国家去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海军军舰对国家来说是主权的衍生 也是国力的象征 中华民国海军 平日除了肩负巡异海疆 捍卫国家安全重任外 往年都会编组敦牧远航训练支队 远赴友邦国家 执行远航训练任务宣扬国威 然而因应国际间疫情的严峻威胁 敦牧远航训练于民国110年起停办 在睽違两年后 今年再度起航 将中华民国海军的壮盛军容 与勤训经验成果 再次展现在友邦民众 及海外侨胞面前 敦牧资队任务有三项 第一个是上官校的毕业生 能够将在校所学的理论 结合舰艇航行实务 来培养他日后担任初期军官的能力 第二是借由靠博各港口期间 宣传全民国防理念 在国外是达到敦牧邦仪 宣伟侨胞的目的 第三个则是提升支队及任务舰艇 远洋航行的作战能力 今年由油弹补给舰 潘石军舰 成功级班超军舰 及康定级成德军舰等 三型任务舰组成的 海军112年敦牧远航训练支队 满载800多位海军官士兵 以及海军官校 国防大学政战 理工及管理学院学生 先后造访两个友邦国家 全体官兵上下一心 同舟共计 圆满达成敦牧邦仪 宣伟侨胞及精实训练的重任 不仅赢得国际舆论一致好评 更大幅增进 我国与友邦国家间的交流和邦仪 敦防邦交国期间 海军官校古号乐队 海军乐队 陆战仪队 即陆战举全队官兵 在当地进行演出 展现勤训精炼的坚强实力 其中 访问第二个友邦国家期间 适逢当地建国44周年国庆 支队官兵 受邀参与国庆盛会 不仅进入裁阶游行的行列中 也在国庆大会中进行操演 获得友邦民众 侨胞的热烈掌声 台湾第一 除了精湛的战力展演外 海军敦牧远训支队 也透过文宣馆所陈设的各项展示品 将我国先进科技 人文艺术 特色美食 及国防自主发展成果 有系统地介绍给友邦民众 和旅外同胞了解 拉近友邦与我国的距离 进而肯定 认同 且支持中华民国 很有印象的是 我们看到那个舰队上面 有把一些我们台湾在地的一些 有特色 有实力的产业 小吃等等带过来 让友邦的区民可以认识我们台湾 首先 我之前在台湾没有看到这么大的经见 所以 非常的震惊 感觉很棒 然后可以来剑上吃饭 你看台湾美食 非常的 你看观众主罢完 什么都有 值得一提的是 敦访第二个友邦国家时 适逢两国建交25周年的日子 支队官兵与学生们共相胜举 参与相关活动 以实际行动 深化双方友好情谊 到访首日 学生随即至当地高中 进行围墙彩绘 以建交25周年为主题 并绘制敦目支队舰艇 在海上航行的图样 展现两国长久以来的深厚友谊 该国总统 也特别至现场 对参与围墙绘制的学生们 表达感谢之意 每趟敦访结束离开前 远训支队都会邀请邮邦政府代表 我国大使 外管官员 以及旅居当地的同胞们 一起参与联合升旗典礼 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缓缓升旗 飘扬在邮邦异地时 总是激荡起官兵 和那些旅外华侨心中 澎湃汹涌的爱国之情 每次参加这个敦目舰队的升旗典礼 其实就是非常感动 因为在海外看到自己国家的国旗 升旗是真的 蓝蓝升旗那种感觉 真的是无法用英语表达的 对的 敦目支队从北半球航向南半球 绕行大半个太平洋 在超过一万海里 五十多天的航行中 全体官兵始终秉持着 卫国家 卫国军 与个人争取最高荣誉的信念 以坚定信念与锚练精神 接受远洋航讯洗礼 担任展演的官兵 每天都会顶着酷热骄养 整齐列队在摇晃不定的 船舰飞行甲板上勤讯苦练 即使汗如雨下 也不曾有放松 要把最佳的表现 展现在友邦国家人民面前 船上训练跟陆地上的 训练的差别在 因为陆地上是不会有 晃动的过程中 船上的话晃动程度 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所以造成我们可能 做一些动作 还有做一些梯极 会有一些的不准确 但这也可以锻定到 我们个人的核心好稳定度 所以我们在船上训练完 下去操演训练的时候 会发现 在船上锻炼完的成果 相较于比陆地上 还要来得好 第一就是船会晃嘛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 基本枪法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 像我们有一个枪法叫 恶魔多命枪 就是四个人 然后互相抛枪接枪 那在抛枪出去之后 船晃动 就是没有办法很精准地 接到对方的枪 那有可能就会刺伤身体 欢迎船超军舰 并航正部 欢迎班超军舰 并航正部 为了维持 敦路支队任务舰的 战备油料 合乎安全标准存量 担任油料补给舰的 磐石军舰 必须定期进行 海上加油作业 以确保各任务舰的 远洋续航及作战能力 海上加油是远洋训练中 最频繁且具危险性的 一项操验项目 过程中 全舰官兵 必须各司其职 全神贯注 以标准作业程序 完成各项整备 才能顺利执行 在海上加油期间 有几个比较 有维安顾意需要去注意的 第一个是舰船的保持 因为两舰如果 间距太近的话 它会相吸 相吸我们可能就会有碰撞 第二是我们的 这个装备的操作 因为这些装备 钢缆都是重装备 它在操作上有可能会 就是使人受伤 再来第三是 两舰之间的这个银缆 以及所有的绳索的收放 这些绳索的收放 如果操作不剩 都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落海 这三个是主要 它需要注意的地方 海上加油这个操演 对我们本舰的人员来讲的话 我们会利用这个操演 来磨练各阶层的官士兵的 这个操演的战绩 个人战绩 那对学生来讲 因为海上加油 它是一个全线性的操演 不管是驾驶台信号台 我战情作业或者是这个建物队这边 那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建学 可以让学生充分地到各个部位 看看船上操演的时候的实际的状况 航程中训练支队让随建建席的海军官校 以及国防大学政战 理工及管理学院分发海军的应届毕业生 实际体验舰艇常规作息 并要求学生分组轮流担任驾驶台 战情室 轮机部门职庚 而支队及舰上干部 也会教导官校生航海理论知识 同时借由海上实作操演及训练课程 使这批生力军能将理论与实物相互印证结合 奠定成为未来优秀海军军官的坚实基础 驾驶台除了建席副职人官 也建席了雷达手 车中手 舵手 甚至也到战情室以及控室去建席 让我在未来当职人官时 能够了解各部位之运作状况 也能够更全盘掌握 到机控室跟战情室 那去那两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更了解 底下的官兵到底在做什么 那对于我们来说 假如以后遇到这样官兵有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可以去帮他解决说 他在那部位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先了解 这样才不会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没办法给他们答案 很荣幸能成为管理学院第一次 海军敦牧远航训练支队的一员 今年敦牧支队安排了许多海军专业补给的课程 及海军共同性的课程 让我提早熟悉海军的舰艇生活 有了本事的经验 能让我看见自己不同的方向 以及未来的动向 然后在不久的将来 能让我为海军后勤补给 贡献一份自己的心力 透过参与本次敦牧远航训练 让我了解到舰艇生活工作内容 以及专业课程 气象测量如何实物操作 那这次敦牧远航是我首次登场舰艇生活 也是理工学院首次完整参与 敦牧远航训练 那透过本次训练 让我验证四年官校所学 也对未来工作内容有更多了解 奠定日后担任海军军官的良好基础 为调剂官兵身心 疏解长期航行的思乡情绪 只对于远航期间 举办多场晚会表演 及趣味竞赛团康活动 让船船洋溢着喜悦与欢乐的气氛 海军敦牧远航训练 对每一位参与成员的意志力 与忍耐力来说 都是一项十分严格的考验 而在经过远航训练洗礼后 再次证明海军强大的作战实力 也能充分支援 护营任务与拥护海疆安全的重任 经过长时间的航行及操演训练 我相信舰上的每位官兵弟兄姐妹 无论在抗压性专业技能上 都有一定的成长 那我个人相信 大家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是自信心 借由这个长行 那么长的时间 第一个没有跟本国的国家 做一个够联的动作 事实上有很多事情 慢慢地会凸显出来 你不管是撞墙旗 或者是不适应 慢慢地会凸显出来 自己一个人格的弱点 借由这样子 这一次的航行 可以克服掉很多 自己的人格上的弱点 官校学员在这个时间点 可以对他未来的一个工作场域 可以有更深刻的了解 也请他们准备好他们的心态 可以面对未来的挑战 顺利完成任务的海军 112年敦牧远航训练支队 带着宣扬国威 敦牧邦誼 及宣卫侨胞的丰硕成果 在5月21日圆满繁帝国门 受到海军官兵 及数百位官兵家属们的热烈迎接 在码头边守候多时的家人 一看到舰上官兵下踢口 立刻上前献花问候 向货别多时的亲人 表达无限欢迎 场面温馨感人 很高兴 因为毕竟出去一个多月了 让他第一次离家这么久 所以说今天他们回来觉得很开心 然后看到我们国军的军容壮盛 然后一大早这么多家属来接我们这么辛苦的海军官兵 谢谢他们 很想念他 他很辛苦在海上天 很辛苦 第一次刚刚毕业 到部队来 觉得说他很了不起 能够适应海上的生活 非常想念 也很开心他参加这趟远航 感觉他成长了不少 也成熟了不少 也希望这个远航能够开拓他的视野 对于他未来在海军的生涯更有帮助 避海豪情 乘风破浪 此次参与国外航训的官兵与学生 以无比的毅力与勇气 克服远洋航程中各项挑战 不断借由扎实的备战操演 提升海军远航作战能力 他们展现出高昂士气 与精实训练的成果 再在证明中华民国海军 是一支训练精良 战力坚强的制海关键武力 绝对能够达成捍卫海江 确保国防安全的使命职责 说是完今天的节目 想问问哲豪 第一次上举光原地 你的心情是不是和我一样 既期待又兴奋呢 那是当然 我原本是抱持着紧张的心情 来到空军司令部 后来发现录影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都是工作人员细心缜密的规划 对于每个环节 都可能的面面俱到 让我紧张的情绪瞬间消散了 也让我想到我们空军反潜作战大队 Air Force Anti-Sub Group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每位同仁都能够坚守岗位 努力同心 良好的发挥主缘资源管理 才能够安全地达成每一批的任务目标 跟你一样 我其实也有点紧张耶 不过能顺利介绍完今天的节目 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更难得的是 我们能同框主持节目 考考你 还记得我们认识彼此的过程吗 记得 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学习飞行 大家都还在努力地想要通过单飞考试 我们讨论了好多关于飞行的课题 可以说我们的感情和飞行之路 是一起成长和茁壮的呢 真的 当时飞行遇到瓶颈 还好有你的经验分享 让我顺利跨过许多obstacles 此后我们就在飞行路上一起努力 嗯 节目的最后 我们想和空军的每一位同仁共勉 有大家捍卫领空 备战御敌 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国家兴盛繁荣 好的 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